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今天的中午時份 有多家媒體引述消息指出 許智峰及其家人的匯豐銀行戶口 再次遭受到凍結 而這個消息也得到了 許智峰向媒體確認是屬實 實情這件事背後反映出 匯豐銀行似乎在決策過程上 是有多少的草率和儀欺 那麼究竟匯豐這次連環彈攻守 背後的真相是怎樣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HK01今天有篇報導 其實透露了多少端藝 據HK01向有關方面了解 警方在上星期六 是以口頭方式通知有關銀行 要求凍結許智峰及其家人的戶口 而今天就是補發正式的書面通知 如果這個說法是屬實的話 整條時間線就是 相當清晰 在上星期六 匯豐銀行收到警察的口頭通知 叫他們凍結許智峰及其家人的戶口 去到星期六即是昨天 根據許智峰自己在Facebook所說 他本人的戶口 遭到部分解封 而他家人的戶口 已經是全面解封 於是他家人 就把戶口內的錢 轉走了 去安全的地方 許智峰昨天在Facebook 就是這樣說 到了今天 星期一 現在匯豐又說要把這個戶口重新凍結 其實HK01的這篇報道 就是把整條時間線的空白填補了 現在就很清晰了 究竟發生什麼事 不過這樣更加知道 是令到匯豐銀行百慈莫辯 首先來說 上星期六警察就以口頭通知匯豐 叫他凍結戶口 究竟 是誰發出這個口頭通知 而匯豐銀行又從什麼途徑來核實 這個口頭通知真是由警方的人員來發出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 即使發出口頭通知的警務人員的身份 得到了核實 究竟他所發出的口頭通知 是有沒有法律效力的 在未有一個法律文件的正本看得到之前 你單憑別人一句話就貿貿然地 去凍結了合家的銀行戶口 這個會不會有多少的儀器呢 究竟這個是法治還是人治呢 你怎樣都要走完整個程序 你才可以作出凍結戶口這個決定 最低限度你是不是要看了那張 具有法律效力的文本通知 白紙黑字寫清楚發生什麼事 你應該作出什麼決定 你才去執行 第三個問題就是 在昨天即是星期日 匯豐銀行就解凍了許智峯家人的戶口 連許智峯的戶口都是部分解凍的 究竟為什麼匯豐會作出這個決定呢 既然你都收到警方的口頭通知 那為什麼會被人說你搖底 縮沙 是不是因為昨天星期日 你全天都收不到那份 書面的文件 於是乎就 解封住 現在收到文件 又再凍結 是不是這樣的情況 其實這次事件引來社會那麼廣泛 巨大的迴響 匯豐銀行就真的有個責任出來 跟市民解釋清楚 究竟他們每行一步所作出的決定 背後是有什麼依據呢 你不解釋清楚的時候 你怎樣能夠繼續取信於市民呢 現在市民正正就是對於 保障私有產權方面 產生了很大的擔憂 這個是事實來的 大家看看今天的銀行 怎樣排滿了人 排到出門口 就知道什麼事 雖然來說 逢七星期一 銀行都是例牌多人 不過今天就特別多 到底匯豐銀行是怎樣回應這件事 他們純粹就是 不評論個別個案 但是有相關事實 被扭曲了 就感到非常失望 他們強調 會密切留意市場的負面消息報導 並且因應情況 加強對相關帳戶的活動的審查 他們又指出 銀行的營運 是要符合各地的法律法規 這個就好笑了 你說不評論個別個案 你又說感到失望 又說 相關事實被扭曲 到底什麼叫做相關事實被扭曲呢 你就索性跟許智峰對質 或者索性指出許智峰 把某些事實被扭曲了 就不是一句相關事實被扭曲 而且你自打嘴巴 你不評論就不要說那麼多 你又不評論又感到非常失望 其實你也評論了 你也評論了的時候 你不爭再評論多一點 你其實就是要交代整件事出來 不是 經常說個別個案就可以推傲過去 不過 無論匯豐銀行怎樣作出解釋也好 在這次的連環彈攻守過程 當中 即是 凍結戶口 解凍戶口 再凍結戶口 其實怎樣都會有一步做錯了 為什麼這樣說呢 有兩種情況 第一種情況 就是解凍戶口這個決定 是做得正確的 其實就是代表著 在上個星期六 凍結人家戶口這個決定 做錯了 如果當初不是做錯決定 你就不需要解凍人家戶口 這個很容易理解 至於匯豐銀行 是出於什麼的原因 來解凍 許智峰的戶口 是不是因為 純粹收到警察的口頭通知 誰知隔了一整天都未見到那份文本 於是乎就先撈底 就先解凍 還是 在這樣的情況下 貿貿然凍結了許智峰的戶口 懼怕被美國方面的制裁 或者懼怕被美國方面的罰款 不知道 於是乎又先解凍 我不知道原因是怎樣 反正 你第一步肯定是做錯了 否則你又不會解凍 第二種情況就是 匯豐銀行在上星期六凍結戶口的決定 是正確的 反而在昨天 解凍戶口才是錯誤 今天收到那份文本通知 亡陽保勞 又再凍結 如果在這種情況下更加搞事 因為 許智峰的家人已經在你匯豐解凍戶口那段時間 賺了錢走 到底怎樣來處理這一筆款項呢 你匯豐是不是有責任出來解釋 無論是怎樣來傳釋你這個連環彈攻守的決定 你怎麼都會有一步是做錯了 你沒理由說 凍結解凍再凍結你 你每一步都是做得對是不是 如果這樣全部都做得對 不用說話 不用討論 是不是 你怎麼都對的 你橫行打斜行都對 但是市民顯然就不是這樣想 不單止匯豐是離譜的 身為香港財金官員最高級的那位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都是沒有什麼擔當的 他今天在立法會上怎樣回應這件事呢 他就說 不合適就個別個案作出評論 相信監管機構 包括銀行監管機構 是會跟進和了解 那真是好笑 又說不評論 這時候不是叫你評論 叫你交代這件事的來龍去脈 究竟是怎樣 不是一味就懂得說個別個案 不作評論 這些回答 完全是空洞無物 是在迴避問題的核心 好了 至於許智峰 他就在Facebook上 對匯豐作出了大反擊 他就說 早前他本人和家人的匯豐戶口被凍結的時候 戶口的可用結而顯示為零 戶口就不能進行任何的提傳 轉帳 亦都不能以跪圓機提取現金 戶口就是被徹底凍結 而不是匯豐所指的限制部分功能 第二就是 他家人的匯豐戶口被凍結之後 就非常激動 曾經是親自致電和電郵 向匯豐投訴 亦都親自透過網上理財 確認得到 戶口是不能運作 和親身前往當地的 匯豐跪圓機嘗試 拿錢 但是戶口 無法操作 他用指責說匯豐不評論個別個案 但是又指出相關事實被扭曲 他就嚴正要求匯豐要正面回應 澄清哪一項事實被扭曲了 全面公開事件 以正時停 我都認為匯豐是要就這件事作出一個詳細的回應 不是說不評論個別個案 既然你都說事實被扭曲了 最好你匯豐認為自己是清白的 最好一五一十講清楚了 香港市民就自己看完兩邊的說法之後 自行判斷 市民有腦 你不應該這樣作出很模糊的回應 既然匯豐認為自己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是被人冤禮了 被人扭曲事實 你就理直氣壯出來駁斥許智峰 最好 真理越變越明 沒有理由現在這樣 不明不白的 那些市民真是會擔憂的 你現在香港的所謂的法治 現在剩下最尾一個防線 就是保障私有產權 你如果不說清楚的時候 其實就是把市民的錢 甚至乎連人 都是推向了西方文明世界 好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